哈喽各位读者朋友大家晚上好 很高兴来到我们今天的阅读人专题读书会 我相信很多读者朋友发现我们今天好像特别的早 对我们昨天有稍稍预告我们今天是八点的时间 因为我们今天邀请到张明明老师要来跟大家说说书 说说他的心书 我们请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 哈喽各位读者朋友大家好 我是张明明 很高兴在线上跟你碰面 对我们今天要来谈什么书呢 我觉得这个主题还蛮符合多数人 因为多数人都要上班嘛 然后可在上班的时候 有时候做事和做人两者都要区分 都不一样的难 对 做事难很快就被fire 可是做人难就心里更煎熬 对非常煎熬 非常煎熬 所以我老师今天的新书要介绍是 拒绝职场情绪浩劫 情绪浩劫 这个浩劫其实听起来就是一个很苦闷 对就是已经那个游进灯窟的感觉 对游进灯窟的感觉 所以也邀请你赶快为今天内容按赞 并且转分享 也不知道你自己在那个职场是否已经游进灯窟 你是否曾经遭受过一些苦难的经历呢 如果有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加一 然后当然更鼓励你赶快回应按赞一下 给自己肯定一下 因为我们今天希望能够帮大家打打气 找到跟老板对应的方法 跟同事对应的方法 或者跟下属对应的一些做法 因为其实这三个人对应的方式应该都不一样 对非常非常不一样 所以其实这本书啊 我最主要是希望就是能够帮助各位在职场上 因为我们最主要的一些情绪来源都是跟我们周遭有关的 那我们周遭有关 我想最直接应该就是我们的上司 对 就在上司都有各个白白种 我常常讲就是你不一定会有属下 可是你一定会有老板 对所以怎么跟老板应对 是这里面一个蛮重要的章节 也是开头章节 那接下来第二个单元 我自己比较推荐的就是跟同事 跟同事 对因为我们 遭细相处 遭细相处 因为我们呢自己有个非正式的统计啊 我们赫然发现会让自己情绪浩劫 影响自己情绪最大的 其实是你周边跟你一起共事的同事 然后他的情绪浩劫的来源 大概会耗 就是大概有50%以上是来自于你的同侪 对那个同侪 他对于你的样子 还有就是他的哀声叹气 或他的负面思考 其实很容易影响我们上班的情绪跟氛围 对没有错 对所以我们在这边第二个单元 我最主要会谈到就是你的同侪 同侪 对那当然还有会谈到属下 所以如果你现在可能是要带队的人 其实也不一定要去属下啦 有时候是你 比如说你管理一个专案 你可能会有一些外面的厂商 是 或是你自己要带动的人的话 那属下也是我们一个 可能的情绪浩劫的来源 所以属下的章节 我们一并都还在我们的书里面 对 所以不知道各位读者朋友 你是属于主管呢 还是你是对主管有头痛呢 还是对同行的同事有头痛 还是对下属 都欢迎可以在下面留言区分享 我们看到很多朋友留言加一 的确在职场上面 经历浩劫 然后有人说怕没电 对 在职场很容易没电 对 可是我相信很多读者朋友 其实也是第一次见到张明明老师 其实我们之前偷偷在 我们直播上有介绍过老师的书 OGSM 所以我现在有些读者朋友 听到OGSM 鼎鼎大名 可是从来没有看到作者是谁 我们今天就把作者邀请到大家的面前 我们先邀请老师也简单简介一下你现在的工作和背景 我现在的工作吗 我现在的工作 我是一个职业讲师 所谓职业讲师就是我们会依照各个企业的邀请 然后我们会到各个企业根据我们的主题去分享我们的专业知识 那像我主要的主题就是有两个 一个是管理 一个是沟通 所以管理就是刚刚俊德有提到的OGSM 还有些目标管理的内容 那第二个其实我自己很喜欢的主题就是沟通 因为我之前的工作经验 这就回到我之前了 我之前在职场上班大概有十几年 就十几年 那我大部分都是在外商 因为外商它的工作步调很快 那我之前外商工作就是在 一个是在欧莱亚 欧莱亚 所以我这次还特别请了我的前任老板帮我写序言 然后很有趣 我才知道他为什么会录取我 我现在才知道 对我才知道说为什么 对离职之后才能问他 不是我离职之后他的序言 我才知道他为什么会录取我 很有趣 那我之前是在欧莱亚 那欧莱亚的话呢 因为我们是做品牌 做品牌的话 我们会关系到品牌的教育训练 还有品牌的销售 那因为通路的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呢我就 我们在工作里面其实会有一些情绪的话 就会不自觉的丢出来 那我也必须坦诚就是通路因为速度好快 所以大家呢有时候讲话太直接 太直接我听在耳里 其实都会心里有一些不甘 Area好像是B to C就是对大众的 他对大众的 所以那个应该就更多要冲突关联的部分 就是我们另外 我们另外除了就是对自己的同事以外 我们跟顾客也必须要互动 那个才high 压力很大 那个超high的 所以我都在通路 那因为之前又在美商 我在亚士兰代集团也带过 我带过一个品牌 不知道各位就是读者朋友们听过 他在我在海洋拉纳 海洋拉纳是一个很贵的一个 就是不便宜的 小小一罐就好几万块 对它有一个0.5公斤的乳霜 台币大概6万多块 对那我是那个时期在做就是公关 那另外也辅助一些行销的工作 所以我就从那时候开始接触到一些很特别的人 因此真的很磨练我 那我就把那个磨练我也写在我的书里面 变成它一个沟通的方法 所以这本书可以说是集结了我之前十几年的工作经验 还有我现在当职业讲师 还有我现在也在学校 我在学校还在还在念书 念博班 念博班 对非常痛苦的经验 所以各位没事不要念博班 那我就把学术还有就是我的实物经验 我做的结合 那这本书我非常期待 你能够依照步骤 还有方法 各位照表操课 然后你会发觉 你应该多多少少可以应付一些奇怪的状况 所以这些奇怪的状况 刚刚俊德有提到了 对于上面的老板 还有对于你平行的同侪 还有对于你的属下 我们都有方法学 那这也是我自己的兴趣 我喜欢拆解步骤 还有给方法 对所以不知道各位读者朋友 你现在在职场上面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困扰呢 也欢迎你在下面留言 我们待会邀请老师来帮你解答 来跟你解惑 当然不一定每次都有答案 因为我相信有的人可能问题比较大一点 对然后问题大了 可能需要法律问题 就还是要找律师 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处理法律问题 可是如果是可能现阶段 在情绪沟通上 我们还有一些对应的技巧 因为我觉得在读老师的时候 好像在读一个SOP 有败落有步骤有方法 而且是华人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这类的书都是西方的 西方的概念 西方心理学学家或职场专家 然后来到台湾之后读他 觉得好像有点远 结果他们好像在职场当中 很多人就很勇敢去表达 可是回到我们台湾公司 好像一问三不知 没有人愿意说话 然后老板就可能就 一生命下就要求你要达成目标 大家就心里可能心有不甘 所以这个场景和现象完全是不同的 其实就像俊德你有提到 因为我们可能就是你心里有纠结 那我知道最近这几年像 比如说阿德勒心理学 然后还有大家在看一些职场情绪的书 我觉得职场情绪的书其实都还蛮多的 也都是蛮好的作品 那我自己也很喜欢涉略 只是看完之后我自己有个疑问 就是接下来到底要怎么样贴近我自己 就我到底要怎么做 那我想要极力解决这个困扰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可以提出一些 或淬炼出一些我们在工作上面 我们可以用得到的 那凝造着学 也许你可以帮助到自己 或者是帮助到别人 所以我尽量把那些国外的场景 然后拉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那书里面有很多的故事 那这些故事大部分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 那我经过改写 对应该化名一下 避免伤害当事人 对就 但有些真的是好久以前的回忆 可是当我在写文字的时候 那些回忆又从我的脑子里面跑出来 那我回忆形成一个画面 画面就会形成我的情绪 我就会边写 也要可能边生气 就边写 发觉我情绪会起伏 然后那个画面场景就进入到我的脑海里 我光写 我进入到那个画面 我就会起伏情绪这么大 那我就在想如果现在你在职场上面工作 我相信你每天泡在那里面 你一定比我更难受 对 所以我真的希望这本书可以帮助到 就是你四周 你工作上面 如果你需要应对的话 我们尽量的把可以有步骤化的全部都写进去 所以我们待会要有步骤化来拆解 关于职场上面的情绪沟通的应对做法 所以欢迎你赶快记得那种按赞并且转分享 让更多在职场上面深受其害的朋友一起来 我们今晚一起来得救 来找到救赎 因为我觉得这本书的那个文案写的很精彩 包括你来那么多次 这种事我讲 你这么资深 我是没有你那么会就很酸 如果我这么忙你要配合我去跟 我先跟主管讲 就要求要跨层级 所以这都职场很常见的一些对应技巧和做法 然后俊德 我还有几句更酸的 还有更酸的 对就书里面没有的 就是 比如我是 我叫张明明嘛 然后我主管曾经这样跟我讲 明明老师 你不是很资深吗 老师 例如像这样子 就 他的字哦 如果你不要听口气 其实还好 那个口吻一来就很受不了 然后接下来还有 很不舒服 那接下来还有就是 还有老板会这样讲 就是你来多久 这种事还要我再教吗 或者是 你去问一下俊德 他做的比你好 你先问他 有事情再来问我 所以人很怕被比较 说的人真的 也许他没有那个意思 无心 但听的人说真的伤害还蛮大的 对 然后这一支病 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啊 当我这本书他就是最后最后的底稿出来之后 那我有给几个就业界的大佬看了一下 你知道他们给我共同的回馈是什么吗 你在骂我是吗 不是 他给我的共同回馈是 哎呀 我也有讲同样的话 可这样会很伤害人吗 我不晓得 他不晓得原来这样的话有这么酸而会伤人 对 所以我也觉得 如果这些话可以让看的人突然惊觉到 有时候我们跟人应对 留意一下对方的情绪状态 展现更多的尊重 我认为大家的心情上会更稳当 尤其现在因为疫情关系嘛 那工作的变动比较大 所以彼此尊重心情放稳 还蛮重要的 所以我们就要透过这本书一起来心情放稳 避免情绪浩劫 赶快按赞咯 好那我们接着来谈谈书中的一些主题 对因为我觉得这里面的主题还蛮多面向 因为刚提到从主管同人 同平行方 甚至对下属都有不同的做法 好那我其实也有很多读者留言 我们待会来一一来解答 因为我觉得有些读者的留言 有偏心的 然后有功劳都别人抢走 等等我们待会来解释这些问题 好那我们先来解决老板问题 因为有时候 我觉得台湾老板多数都是业务出身 就所认识或知道的 都在因为业务出身 所以他们在可能在业绩的要求上 就表现得很强势 对 可以因为强势他对于很多同 就心境同仁他就会有点不耐烦 就觉得为什么这件事还要我教 你来多久还要我讲多久 对 那可是我们如果是下属 我们应该要逆来顺受呢 还是我要强硬回去 让老板知道他这样的教法 其实没办法对应现代的年轻人 我们应该怎么样跟老板说呢 首先呢 我要请大家就是有个心理准备啊 当老板在这样呛你的时候 大部分时间他都不是故意的 不故意的 我觉得现在的老板有个特色 他们因为都很忙 所以都很赶 因为很赶 所以讲话就有点口不择言 这是我觉得第一个 大家要有心理准备 因为老板他不可能很有耐心的去 听你每字每句 我认为遇到这样的老板真的不多 然后第二个就是 那如果遇到老板这样直接跟你讲 你要怎么办 我的建议是呢 就是不卑不亢 不卑不亢 首先要 都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当老板在念你的时候啊 我请大家先听 但是不要都不讲话 因为人很奇怪啊 当老板发觉我 比如说你是我属下 当老板在骂的时候 如果这个属下都不回话 一直冷冷称实 好 那老板接下来会有个动作 他发觉这个员工都不反应 他会更生气 所以请大家先听 但是眼神要跟老板有些对上 对上之后啊 请各位啊 势必就是要把自己接下来的做法 你要能够回应个一两句 你说那老板 那接下来如果我这样这样做 好吗 或第二个你可以问老板 那老板这部分我再澄清 我可以再请教你一两句 好吗 所以我请大家听完之后 千万不要都不说话 然后夹着尾巴逃走 你一定要给主管一点回应 因为他发觉你有回应 你有想法 他会比较放心 或者第二个 他比较不容易欺负你 因为我们的情绪浩劫 其实是来自于一些学术的论文 学术论文有提到啊 某些老板他会专门挑 不回应的员工 或者是业绩比较差的员工 因此 可能要训练他是吧 他觉得要训练他 他觉得要磨练他 但被磨练的人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没有这样想过 对 所以你一定要 不管你是新人还是老人 老板在跟你讲话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先听但是一定要回应 尤其如果你是三个月内的新人 你呢 满腔的热情除了要让对方知道以外 你还让对方知道说我是好奇的 而且我有活力 对 然后这个活力啊 老板发现了你都是这样 然后发觉问你或念你 你还是有回应的 通常比较safe啦 我会建议 怎样说 就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比较离善往来 一个礼貌过程 对 就如果你都冷冷的 那老板就觉得 呃 那我找你来干嘛 对 或者是会有这样想说 我付钱给你 你应该就要帮我解决问题 可能你没有提出解决方案 然后我知道像有老板 其实还蛮喜欢员工问问题 因为有老板耗人为师啊 耗为人师 喜欢教 所以你问问题 我反而他觉得 能够教你 他也很有荣誉感 对 然后我听过一句啊 就是很诡异的话 老板说 他不喜欢忤逆的员工 忤逆 可是他又不喜欢员工不讲话 太平话这样 对 他又不喜欢员工不讲话 可是他又不喜欢忤逆的员工 所以我觉得当员工啊 这时候你心里就是 你要当一个 至少能够听听老板讲什么 有一些顺从的语言 我觉得还OK 就你能够忍受的范围 接下来你可能 还是要能够跟他 我会讲他叫做对话 你要跟你老板对话 就conversation 要对话 不管你跟你老板差几岁 我觉得不要被老板的权威吓到了 心理上的素质要够坚强 你问他个一两句都好 但是不要不回应 因为你就想你在跟老板对话 这样就好 你就不要想说你在顶嘴 你在跟老板对话 我觉得用一个这样的心态 先安抚一下自己 让自己的情绪平稳了 对话就会比较健康 我觉得这样对话久 其实老板会把你比较视为是友谊啊 伙伴的角色 而不是单纯你只是帮你探奏做员工 这个角色 这个角色 对啊 所以我觉得 当然员工不好做啊 但老板也不好做啦 因为老板他上面还有老板啊 那我也曾经看过我的老板 被他的老板就是骂到 骂到你很难想象 他白天是一个这么有气场的女性 真的是被骂到变归孙子了 对 所以我觉得说每个人都有苦衷 那你就是跟他对话就好了 所以这是每个人背后都有背后的 他背的责任啊 老板的责任也很重 尤其像疫情期间 哇 如果业绩掉下来还要发薪水 要坚持这个一些规模性的 我觉得这都是需要有点勇气和毅力存在的 对 所以赶快我们今天也 我们稍稍也为老板按赞一下好了 可能现在按得不太心不甘情不愿 可能我现在 会抖个两下 对 可能还是要按一下 因为如果你现在有薪水 要感恩了 对 因为台湾疫情有很多的变 有点变化 所以我看到很多人在下面留言 所以我说当老板和当员工都很难 对 的确是 有人说多么痛的领悟啊 对 真的是 不要常常不回应 试着跟老板对话 老板个性很急 然后 有一个我们的线上的读者 他说那老板个性很急 怎么办 或者说老板个性很急 我现在发觉台湾的老板 很喜欢插嘴 他超爱插嘴的 就是我们话讲到一半 还没到一半 大概讲三句话 他就开始插嘴 我蛮不喜欢老板插嘴的 因为我觉得员工好不容易说话 就我们好不容易说话 鼓起勇气了 硬给我们插嘴 然后插嘴的时候 还带点怒气 这我讲三年了 你还在讲这个 你是有没有在听 然后他插嘴的时候 还带点那个情绪跟批评 我觉得在旁边看还蛮傻眼的 而且有一种还怕是 老板会自己先讲方法 对老板就告诉你方法 然后现在你原本要提 就不敢提了 对对 我觉得现在老板很爱插嘴 那我就觉得 老板如果那么爱插嘴的话 那请问你把员工请来要干嘛 你叫员工说话要干什么 是 那等到你插嘴完了 然后你问大家有没有意见 你觉得咧 你觉得我们做的人都是傻瓜吗 你都已经讲完了 那我还插什么嘴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现在刚好 您自己有带对了 我请您忍耐 因为有时候英雄啊 不出手比出手难 对 不要随便出手 你先让他说一说 这个是我觉得 你先忍耐一下 你先让他把话说个 至少说个一半 然后如果真的要中途插谎 好歹讲一下 对不起哦 我请问一下 就是你 如果你是身为老板的人 你至少跟人家讲一下 那对不起 我请问一下 我觉得那个礼貌总是要有 对 好那回过头来 如果你是被插嘴的员工 怎么办 那我觉得 你还是得让老板先讲一下话 然后如果你敢的话 我自己试啊 就你插老板的嘴 再补回来 老板 那这个部分呢 我可以做个补充吗 你就用这个字 就是老板 我可以做个补充吗 老板 我做个说明 老板 原则上我同意 记住哦 原则上我同意 那老板 我可以做个补充吗 你试试看 你就插老板的嘴 你就看看他会什么反应 如果你胆子够的话 试一次看看 春节之后可以回报 春节之后就不在了 应该是不会啦 不会不会 不过我觉得 这样如果老板 老板是比较急的人 那会不会我们 也可以调整一下 我们的对话方法 是 我一开始就先讲结果 哦 这个我高度推荐 高度推荐 就 就先讲结果的意思是啊 你把你要 你把你要讲的重点 我们讲的就是 老板喜欢听重点 什么叫重点 就是这个事情 它的美好结果 你先让老板知道 好 譬如说我们这样报告 假设你是做业务的 你说老板 我有一个方法 可以让我们的业绩 有机会可以翻转 百分之五 就成长百分之五 那老板 我可以建议一下吗 就你把结果先讲 因为我发觉很多伙伴 他在报告的时候 喜欢流水帐 就老板是这样子的 我们今天九点的时候啊 因为我们接到了一个客宿啊 所以十点的时候 我们就去打电话去给他 十一点的时候 老板听不完 因为老板接下来就会 没关系呢 你就会听到一句话 就讲重点 嗯 那然后呢 所以我们当老 老板如果比较性质 请各位就是话要倒着讲 对 你先讲结果 再怎么样 你先引起他的兴趣 你才有机会讲后来的话 是 讲后续的方法 结论相关的 对对 不然真的 你总要抢时间跟抢机会啊 是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今天晚上 有透过这本书 拒绝职场情绪浩劫 给大家的技巧 这是针对老板篇的部分 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受用呢 如果有受用 赶快为今天内容按赞 OK 然后大家也会试着 跟大家一起来交流 讨论一些主题和内容 嗯 好那接着我们来 看一下平行关系了 跟同事 同事 同事又更难搞 因为老板可能 一个礼拜 可能有公司可能开会 就开那个一周一次 才见到老板一次 然后有时候老板还是 在外面 业务超多 常有很多酒 其实老板不一定都会进来 对不一定会进来 而且有时候进来比较晚 睡到宝才进来这样 好那最常见就是同事 然后同事有老同事 旧同事新同事 因为都同事关系嘛 对对 那同事的时候 就会有的人会有酸言酸语啊 或者是推托啊等等的 那这样的同事 我们该在职场上应对 我们要该怎么办 OK 所以其实同事的情况 非常的复杂 是 那我会建议说 通常我们对同事啊 因为我们并不是他的谁 理论上来讲 他没有必要要听你 对 好像没办法指挥他 因为你没办法指挥他 然后如果你碰到一些老的 我常常讲你碰到一些老的时候 疑老卖老 他就疑老卖老 然后他就会告诉你说 我们之前不是这样做的 哎 我不知道 这件事情我们以前 我们学过 我们学过 这件事情之前没有弄好 那我没有成功过 你为什么有提一样的 所以当他的疑老卖老啊 然后你去应对他的经验值的时候 你会发觉你根本没办法说服他 所以我建议啊 就是平行的同事啊 在跟他互动的时候 有一件事情你可能要特别做 就是你要跟他建立一些 非正式的关系 非正式关系 对 非正式关系 我举个最简单 例如中文一起吃个饭 然后或者是有机会可以跟他聊一聊 我觉得深入了解你的关键人物是重要的 那各位 就是我的关键字叫关键人物 在我们工作上面呢 都会有一些影响我们工作绩效的关键人物 那你可能要特别做一下 就是人际上面的非正式的连结跟平台 可能下班后要去唱个歌啊 对类似的 然后我发觉啊 中午吃饭很重要 那我请各位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公司里面带便当 请大家呢 带便当其实蛮好的 就是你可以不必外面吃 然后又可以省钱 但我会规定我自己 一个礼拜一定会有一天跟同事一起吃饭 一定要共餐 因为这有两个意义 第一个你会知道 你们公司里面的小团体 谁是头 所以你比较知道你会踩到谁的雷 第二个啊 因为吃中餐的时候 你猜我们会聊什么 就聊公司的八卦 聊公司的八卦 老板的坏话 就是聊公司的八卦 那各位知道 为什么八卦总是会缠绕在我们职场吗 因为八卦很奇怪 它往往都是真的 是 对 这件事情很诡异 因为它有时候会成真 对 所以当它无意之间 在我们对话当中出现的时候啊 你好歹让自己有个警觉 所以我觉得流通一下这种非正式的讯息 还蛮重要的 反正不是茶水间 很多人说茶水间里面有茶壶里的风暴 或茶水间会流通八卦 可是其实茶水间有时候那个人来人玩 反正不好说 不好说啊 对 然后各位千万不要在那个洗手间里面 讲公司的事情 可能隔壁的不知道是谁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厕所里面有谁 对 对 所以因此我觉得那个非正式啊 例如吃个饭喝个午茶 或者是当你有点空的时候啊 你就去他的隔阶partition 就跟他聊一下 不要为了公事的去找他 因为人总是觉得 我要顾我的KPI都来不及了 我干嘛去顾你的KPI 所以他会帮你 请各位一定要心存感激 他帮你一定是代表他放下工作 然后用了他的时间来帮我们 所以呢 我都会建议跟同事聊或互动的时候 多用一点同理心 他会说 不好 你可以说不好意思 我了解了 如果我是你 我知道会有点麻烦 那这个部分 我请你帮我 请你帮我两个忙好吗 所以你当你在请对方帮忙 你说得越具体 其实他可以揣测一下 到底会帮你 你得到帮助的机会 其实是越大的 通常我们人不会特别去拒绝一个态度好的人 我觉得这个心态要有准备 那这是我觉得跟同事沟通 要有个基本的动作 那如果你遇到老的 我会建议啊 就是你可以让他呢 你可以一步一步来说服他 你可以跟他讲说 我们里面有个介绍 我自己蛮喜欢 叫四批的动作 就是 就是第一个批叫position 我知道你现在可能还蛮忙的 那第二个批叫做problem 那我也了解 如果现在要你帮我 特别处理 应该也会有你的困难 那第三个批叫做possibilities 就是我知道你应该也很乐意帮我 只是因为刚好手上有工作 那第四个批叫做my proposal 就是这样我的建议是 我请你帮我两个动作好吗 这样子你可以帮到我 然后我也可以动作加快 就一个小事情 一个小事情 各位试试看那个四批 我认为四批如果你处理得宜的话 不只是对平行工作 有时候我们对外面的vendor 厂商或客户还蛮好用的 所以这四批不只是用在 你的那个什么公司中的前辈 在外面对客户 其实也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去会议 所以我们今天所介绍的这本书 叫做拒绝职场情绪浩劫 所以你在职场中 遇到哪一个类型的情绪浩劫呢 对主管 对同事还是对下属呢 我相信每个人所遇到的同事浩劫 都不一样这样 我看有的人就留言写下 在公司不都要一起团购吗 聊团购 其实团购好像也是一个 蛮好的一个交易的过程 对对对团购蛮好的 我觉得就是有个交流在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很棒很棒 聊同事坏话 被聊这个性评相关的 被聊同性恋中 有人说清洁人员消息最灵通 这是像学校社工的概念 对对对 听说学校的那个校工都很厉害 都背后都有后台这样 那在这边呢 就是它引发了我一个回忆 我通常如果到一家新的公司 我会特别留意櫃台人员 各位不要小看櫃台 我觉得櫃台的 櫃台的姐姐或妹妹们 櫃台的弟弟或哥哥们 都很厉害 櫃台的人可以知道 最简单 什么时候快递会来收件 他会提醒你快递快来了 你赶快 然后呢櫃台会告诉你 哪个厂商怎么样 櫃台会告诉你老板几点回来 然后櫃台会告诉你 今天要小心什么事 他真的对我是蛮重要的 他知道很多小道消息 对他 你看他好像是 好像融在公司背景里了 但其实他的耳朵跟眼睛都是 在环境里面收集讯息的 他看台湾公司最小的位置 对看起来千万不要小看櫃台人员 我自己 是吧又这么体悟的 深受其害吗 还深受其住 我觉得深受其住 然后我会请櫃台人员喝个饮料 谢谢他们 因为他们真的会帮我很多忙 对 所以不要小看櫃台 櫃节 可以站在那个 我觉得通常站在第一线 也代表公司的形象 对 因为如果在第一线 虽然可能薪水不是最高 可是如果第一线 你们要好好对外招待 那可能延伸客服啊 就做得不好了 对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小小螺丝钉 没错 没错 对 然后我要特别讲一下就是这个名词叫情绪浩劫嘛 我不知道各位朋友应该是第一次看到情绪浩劫这个名词 那这个名词其实是来自于一些学术期刊的研究 他最主要就是谈到说 他在研究两个产业 第一个就是研究空姐 空姐 他在研究空姐就是 因为空姐虽然看起来很漂亮 可是他因为在航空器里面 航空的飞机里面呢 他在很小的走道 密闭的压力 密闭的压力 然后因为以前的航空公司 他们那个机长的职位都很高 很权威 然后空姐要被机长使唤 因为他有点像他的上司 然后空姐要去服务客户 就是乘客 对乘客 所以空姐在这么小的空间里 然后他又要能够给餐点 然后同时又要带着微笑 那有时候呢 我不知道 我曾经亲眼看过 有时候客人还会不小心看个两眼 甚至还会碰一下 会骚扰问题 所以情绪浩劫 他一开始他在研究的就是 服务业 在这么小的空间里面 他是怎么样让自己在飞行的十个小时 或十四个小时 保持要公司要的微笑 然后客人来永远都是最好状态 然后我们坐长城飞机 已经一觉醒来了 他的妆还是好的 头发还是包头很漂亮 他就在讲说 我们怎么样控制自己的情绪 让我们的情绪可以做展演 就display我们最好的情绪 那因为演久了 就变真的吗 演久了如果没有变真的 就会变情绪浩劫 那如果演久了变真的 他就变成他的价值观 所以你会看到有些服务业出来的伙伴 他今天就算下班 他去吃饭的时候 他会自己收碗筷跟椅子 会整理 会同理 那代表他演了 而且他演成自己内心那一款 可以如果你要演 你又演得不像 然后你又演得不甘愿 你就会变成浩劫 对 当你浩劫的时候 就是我们刚刚开始讲的叫游禁灯窟 就是你会演成一个自己都不像的样子 然后你会怀疑人生 接下来就怀疑职位 然后你会怀疑你根本不适合这个工作 然后很多人因此就离职了 我认为太可惜了 对非常可惜 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情绪浩劫 拒绝职场的情绪浩劫 所以不知道你自己在职场中遇到什么样浩劫呢 赶快为今天内容按赞并且分享 按赞并且分享 好那我们接下来谈谈 那我们要假设我们现在已经当主管 因为我们其实蛮多读者 就我们的普遍读者蛮多30岁以上 然后刚好也都 刚好过了一个坎 刚好当小主管或者自己开始创业 好那如果是创业主或者我当主管 我要如何去对待下属呢 而且现在听说我就有所知啊 就因为我也有去企业内讯 然后就很多主管说 他们现在的信任很难教 流动率很高 然后教也教不听 迟到问题就 就一样迟到 你念了他好像也就就职这样子 对 就他们被扣钱 然后也不会无关痛痒 好那这时候又该怎么办 而且还怕一种是他跃权 就是说他就搬出公司规则 劳基法规则说 我们是应该按着这个规则来做什么的 OK 那老师会怎么建议呢 对我承认啊就是很多的那个主管 他会说年轻人不好戴 那我认为这是一个常态 我们戴的人只会越来越年轻 那我自己有概念啊就是 我们对于比较年轻的属下 给他一个原则 但不要做微型管理 就不要做太多的微型管理 因为他从小不是被管大的 对 你看我们 放手多了 对啊 学校里面的教育就已经告诉你 如果你被家暴 你不是要打那个 不是这么要打电话吗 对要打电话 对现在的小孩子啊 他在学校里面就被教育说 如果你被爸爸妈妈家暴了 你要打什么电话 他长大了 他到了职场去 那你如果被欺负了 他当然就要赶快拿出一个 可以保护他的神主牌嘛 所以我认为这方面 大家可能慢慢心态上面要能够 就是要能够调整 那我认为微型管理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他不喜欢被管 他不喜欢被绑 那你也必须承认啊 现在其实工作的机会很多 赚钱的机会很多 说真的 他今天为了一份薪水 他在你的底下 如果他被你又念又烦又闲的 如果你是他 你先知道你可以斜杠人生 然后你可以去Uber Eats 赚赚钱 你可以去弄个家教 你可以当一下网红 或者是你可以带着大家去做团购 他今天干嘛来上班 可能外面的钱还比公司的钱好赚 对啊 而且有尊严多了 对不对 是有弹性时间 对真的很多 所以你如果你是他 他今天有所选择 你说真的你能怎么办 所以不要微型管理 但是我觉得可以有个原则管理 就譬如说 你可以一开始告诉他说 原则 有些原则很重要 例如我有些同事 他的原则就是时间 对 他就说你们工作上我要有目标 没有错 可是你们要帮我守住时间 我有些朋友他当主管 他会跟同事讲说不能迟到 对 然后他自己也不迟到 医生作则 然后他会说开会有一个小时 比如说开会就是从下午2点开到3点 他3点以后一定卡 对 然后例如他会要求说 如果没有时间到的 没有交的 他就一定会公告 而且处罚 是 所以他就把那原则守得很紧 那大家就会自然有纪律 可是原则上就是啊 老板自己也要守这个原则 是 老板不可以是破那个原则的人 那如果自己都没办法做到 那怎么叫员工去跟 所以我认为原则管理还蛮重要的 但老板一定要以身作则 这样听起来原则其实也不能太多 因为太多也记不住 对 原则有100条 对 那这样就别不玩了 对 那我觉得大概 我觉得两个 也许三个还好 但两三个我觉得还OK 还记得住这样 还记得住 然后不会令人讨厌就好了 而且像有的产业像服务业 就真的还需要蛮有时间原则的 就时间到一定要开门 啊时间到有的要交接 你不来交接 那就让别人延班了 所以这都是有些服务上礼貌的准则 需要有一些原则守住这样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在这个主题上面 哇 我觉得大开眼界 看到职场上面的妹妹咖咖 很多小问题 或者小八卦秘星 那接着我们来看看那个 大家的问题还有哪些 我们可以帮大家解答 OK OK 慧敏说主管都迟到 对对 我觉得我觉得啊 就是主管一定要遵守自己的原则 如果还有有些要 有些人真的很喜欢医老卖老 这是我的确也是蛮讨厌的 对 这医老卖老我必须说啦 你就你就听吧 然后请你原谅他 哦是 想当年想当年 就会同事说的 对 医老卖老 我最讨厌听到就是啊 以前我们都怎么样 嗯 想当年我们都如何 这个以前我们做过了 是 那我听我就会觉得说 啊如果你以前都做过了 都成功了 为什么现在坐在这里 对没有错 我觉得蛮就是 我是觉得蛮讨人眼的啦 那听了哈 我请大家哈 就是你就微笑吧 然后让他说个一两句 因为他也只能说个一两句 对 你就听吧 然后记住要保持微笑 不要翻白眼 因为他只能讲过去的当年勇这样 对 不要有机会 请你微笑 然后呢 你要让自己知道 没关系 我的心理素质比你强 那你就说 没关系 我们要表现我们有气质的一面 你就让他说吧 然后事实的卡 就是切断他 是 切断他 我认为 就让他过 对 那让他说 他也是他唯一能够依靠的 嗯 OK 也欢迎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写下你想问的问题 因为很多人问题 已经被洗板洗到很上面了 我这样可能没办法马上 即时性的回答 所以很多人说 老板自己真的要以身作则 然后我在这边 我在书里面有一个我蛮喜欢的单元 就是有读的员工 有读的员工 有些 这些员工不要请 还是要赶快让他走 不是就是有些员工 他会在公司里面说其他同事的坏话 跟公司的坏话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很多人会说公司的坏话 嗯 我其实蛮能够了解 就是你当一个员工 你拿人家薪水 我觉得都会有压力 对 那我自己觉得 如果我们今天领人家一份薪水 我们就尽量做就实了 可是有些同事啊 他在吃饭的时候 他会一直讲公司的坏话 然后他会一直说他要离职 对 然后最后走都不是这个说的人 对 这种人啊 我觉得最可恶的就是 他会说 我最近在104上面看到什么工作 你知道吗 谁家的薪水比我们好 然后他会说 你知道吗 哪一家在征人 你知道听着我就是 我靠 现在是我要准备更新我的履历了吗 然后后来我们发现啊 走的都不是讲的 走的都是周围的 这种我们就叫做有毒的同事或有毒的员工 他是不是在排挤 让那个这些同事赶快离开 他可以留在公司久一点 对啊 就是离职长了6年他还在 这种人真的是 我觉得也蛮神奇的啦 那他如果我是建议大家 就是对于负面的话 真的听听就好 然后对于如果你的同事很习惯性去讲人坏话 请你要提醒他 你就说 好啦好啦 我们光明一点 你就半开玩笑的提醒他 然后我自己是 发觉如果他挡不住 他就是很负面 我会慢慢的离开他 因为我不太喜欢工作上面 有这么多负面的磁场 我觉得真的非常有压力 很有压力 超级不舒服的 我觉得也会被视为同类 同挂 因为你可能跟他在一起 对对对 其他同事看 那你不就跟他一样都是 所以负能量的 同一挂的就会贴一个标签 对真的 就是要留心一下 那个负能量的同事 有人问说 能力和经验比心眼小主管强 怎么办 OK OK 这个问题不太好回应 有些人是因为资历而升上去的 对 这个我承认 有拍马屁也上去 就是 就刚好在某些时候踩到对的点 对 做好某些专案就被升上去也有 对 我会建议如果您有能力 您有一点想法 我建议你 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呢 我建议大家尽量不要越全 因为越全你很容易被责备 是 你很容易被责备 但是你可以跟老板讲说 老板 那我在写mail的时候 我可以顺便CC给 比如说副总吗 老板我可以写mail的时候 顺便CC给 比如说经理吗 你就问他一下 我可不可以顺便一起讲 就两个一起讲 我们不太赞成越全 可是呢 我们可以接受 同时讲 同时告知 好吧 你可以试试看这个方法 就是你让自己有展现的空间 如果可以的话 你就不要客气 因为你不展现 到时候这个人压你 你会发觉你会被困在这里 当你被困久的时候 你的年纪又到了 你不好转换的时候 那个真的就是失去机会 对 如果这个主管 因为通常我知道要升迁就等这个主管走 我才有机会 对 就一个萝卜一个坑嘛 我是建议大家如果真的想要展现的话 不要太客气 就是同时 CC给那两个老板 那如果他心眼比较小 我不知道他会会害你 如果他不会害你 你就不要客气 但如果他今天不想帮你 你就 你就冲刺个一两次 如果他 你问 你试一下你老板一两次 如果你发觉他刻意忽略 这时候你心里大概就有个谱了 对 所以心眼小我不知道是不是会不会害你 如果不会害你 我觉得你要试试看 是 好吧 我觉得胆子大一点 说真的 不是你怎么会知道 但是不要跃权 因为跃权 这个老板 他就有借口 不要让他有借口害你 对 但是你要让你自己有所展现 所以方法上面自己多留意 对要细致一点 细致一点 其实这样 这样我这样教会不会 不会还蛮好的 因为你没有说直接走人 对 我不知道职场很多遇到这种状况是走了 对 又不想呆了 对啊 你为什么要走又不是你的问题 对 干嘛要走 而且 对啊 你干嘛要走 这个我觉得 对 因为我这样看很多资料说 其实在职场很多人离职 很多时候不是因为薪水 对对 真的是跟人际关系 对 有很大 而且还跟主管的人际关系 问题很多都有 然后这时候啊 我要给大家一个建议啊 不要因为人际关系或心情不好离职 是 我真的告诉你不要因为这样 我一直告诉我自己啊 要在状况最好的时候离开 所以离开的背影一定要好看 对 各位离开的背影要好看不太容易 所以请您 就是不要因为不喜欢某个人而离开 你要想为什么是你 为什么不是他 对 你要坚强啊 因为下一个工作 也可能会遇到同样的人 你会遇到另外一个刹舟的啊 那你怎么办 你总是要克服这件事嘛 人生总不能一直在换工作啊 讨厌的人其实永远比喜欢的人多啊 是 你总是要去解决这件事情 所以这也是我出这本书的缘由啦 就你要克服他 你不要被他弃走 对 慧民说 慧州常常都是好员工 对的 对的 对 然后大兴说 能力强和态度好员工 该怎么公平选择 提升他的薪资和职位 我知道大兴好像是创业者 OK 大兴好 那他要开始选员工 怎么拉哪一个上来 能力强和态度好 OK 如果老师老板 老师本来就老板 对 你自己会选哪一个 能力强还是态度好的 大兴 通常我们在看员工的时候 一个是看员工他愿不愿意做 一个是看员工能不能做 那每个老板 每个老板选员工的方式不太一样 那我选员工 我是会先选那个态度 态度好的 态度 就是我会先选一下他的态度 也就是他想不想做 如果他很想做 然后能力又有到位的话 我倒觉得 还有机会锻炼 我倒觉得有机会锻炼 因为拉能力比拉意愿来的容易 就是我们可以教一个人的能力 可是我们比较难去带一个人的意愿 这是我自己 那大家心里可以自己感受一下 我们通常意愿跟能力 我们会挑一个 因为你总要有个优先顺序 那我自己是挑意愿 就态度 那有些公司会挑能力 是 蛮多外商会挑能力的 因为能力不足 他就不会要你 就算你资深 可是如果你能力 能力够 态度也许还好 有些外商是不在意的 那我自己是会挑态度 态度 态度 对所以 那个明明老师是好老板 只要好态度 然后有基本能力 其实都可以再继续锻炼 我们就可以带 对 但是因为能力它会有 它会有过时的问题 因为就像比如说 以前我们可能比较 只要知道基本的软体运作 那现在APP这么多 相关软体这么多 那你就 员工有时候 那时候也许表现不错 后来五六年之后 你要要同时 就像那个 就等于这样 又要能够同时 那个做直播 拍直播 又要输输 对要输输 那这么多功能力 所以员工其实需要训练 是 所以能力它会有时间的问题 对 所以 对啊 我会想说态度也许会比较 比较基准一点 基准一点 对 所以不知道 有没有解答到大型的问题呢 对 所以其实很多人 其实都有这种 在职场上遇到各种难题 对 那我就好奇想问老师 那老师你有没有在职场上听过 让你很难搞 或很不好搞的问题出现过 听过的 听过的吗 对 你是说 亲身经历也可以 亲身经历 好 那我讲一个 我亲身经历 我写在书里面 现在伤害我还蛮大的 伤害很大 对对对 年轻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对 就 其实我不知道各位认不认识我了 就 我多半的工作都是在化妆品 对 但我其实自己觉得不是很适合这个产业 因为 老师很漂亮 谢谢谢谢你 如果度过美好的一天 就 我自己觉得 就是 我比较 我的头脑比较左脑 我比较理性 我不是那么特别感性的人 但我有试着想要跨到科技业 所以我就在朋友 我就请个朋友拜托 然后就让我进到科技业 对对 那个科技业 我刚进去 我刚进去 进去之后 大概不到四十天 那家公司就要办 就要进 那个资讯展 就是它要有个摊位 然后要我去 所以我就 我就吓到了 因为我完全没有科技业的经验 然后我又不知道谁是谁 因此我就在很冲促底下 那我就开了一个跨部门会议 那跨部门会议啊 因为我是做行销的 我是做branding的 因此我就把业务部 还有其他IT部门 还有其他都拉进来 那我那时候刚从一个外商 刚转到这个 比较本土的科技公司 所以我讲话的时候 我就中阴夹杂 我不知道各位 如果你们听过中阴夹杂的报告 例如我们今天的marketing plan 是要依照schedule 要一个一个排定的 所以这个一个一个排定 我们需要各位 这些人如果in charge的话 那我们就要能够follow the schedule meet the daylight 我就讲话就是半阴半钟 结果那个业务部的头 我还记得他叫昂君 昂君那时候听到我报告的时候 我就有感觉他眼神一直不看我 然后这时候他听到我报告完之后 他就开始问候我爸爸妈妈 然后问候我爸爸妈妈完之后 他突然站起来 他就想要把桌子翻起来 他就翻桌 结果因为桌子太重了 他有点定住了 所以那个因为他比IBM的180公分的桌还要重 是 他就翻不太起来 他因为翻不起来 他就更弃了 因此他就踢他的椅子 然后当着大家的面说 你这个资讯展 我不会帮啦 他就类似像这样 他就甩门出去 甩门出去 现场应该要比他更大的 还是他就最大的 他我不知道 他可能是因为负责业务 所以有些重担就在他身上 那是我人生当中很难堪的一幕 这个印象真的非常深刻 非常深刻 因为科技业本来女生就不多 然后我又是化妆品产业跨过去的 那时候什么叫做看笑话 那个给我的情绪的震撼非常的大 后来我就真的是 在当下你知道你犯了什么错吗 我完全不知道 不知道 就这样被骂了 对因为我只觉得很委屈 但我也不知道自己犯了错 所以我只觉得很委屈 我怎么会这样被对待 我真的被吓到了 所以当那个情绪这样 一来的时候啊 我是完全没有心理准备 我第一次觉得 站在大家的面前 会想要找洞蛙的那种感觉 然后一直让我就是 我觉得我心里是受伤的 我觉得这个有时候 现在想起来 半夜应该都会下行 就是那午夜梦回 我一直在想我到底怎么 发生什么事情 那后来我有一个已经 那个公司的离职同事 因为我做了40天我就离职了 那是我最短的 最短命的工作 最短命的工作 然后也是我唯一进到科技业的工作 然后后来我的一个离职的同事 他就跟我讲说 他说你那时候讲话的时候 如果不要这么外伤 也许会好一点 我后来才比较知道 那那一次是我真的没办法应对 让我觉得很 让我觉得很无力招架 这是我遇到最 让自己最难受 最难受的 就可能他当场的情绪 倒不是他讲了什么话 是那个情绪 搭配那个语言 然后他问候我爸爸妈妈 我真的觉得踩了我的雷了 我觉得问候人家 对 然后因此我很讨厌在工作上 有时候会考谁 对考谁我不知道 考谁 嘲讽 嘲讽 对 有些人他没有办法接受这种 考谁的笑话 就我不知道要 我不太想要举例 是 没问题 对 就考谁的笑话 我觉得还蛮伤人 可是讲的人以为他在开玩笑 对 我觉得那个其实也很让人难堪 不舒服 不舒服 所以我相信很多读者朋友 可能在这个职业的过程当中 也遇过不同的难堪经验 无论是老板给你的 同事给你 或下属给你难堪 我相信这个难堪都是 非常不舒服的 对 所以我们今天所介绍的书名叫 拒绝职场情绪浩劫 我们邀请到张明明老师 好 那我们最后邀请明明老师来做总结 希望这本书给 读者朋友什么样的提醒 或者他们买到这本书之后 该怎么样使用这本书 OK 好 那在这边就是各位读者们 如果你们对于在情绪上面 你有些沟通的困扰 或者说那些情绪的困扰 其实这本书最主要是希望啊 能够靠过一些沟通的技巧 当你在面对一些情绪上面的波动 或情绪上面 你有些纠结的时候啊 我们请您呢 就是透过这些方法学 然后你可以一个步骤 一个步骤的 让自己可以脱离那个情绪 然后可以有效去应对 所以这本书我们刻意的用24个在沟通上面的高情商的方法 让你可以脱离在职场上面 令你难堪 或情绪上面让你很纠结的一些状况 那我会建议大家 因为这本书它有对上 它有平行 它有对下 所以你可以根据你的状况 你可以找单元 然后如果你对于老板 你觉得现在比较伤脑筋 你就专门去看对应老板那个章节 那如果你对于同侪 你觉得比较困扰的 你就看同侪那个章节 然后如果你自己对数一下 当然就翻你所需要的内容 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把这个买下来 然后呢放在你的书柜上 当你人生到了某一个进展的时候 也许你接下来面对的人又不同了 你就把它再翻开你所需要的章节 因为我很擅长写步骤 那我很擅长写那个就是画术 所以我们里面有画术 然后有步骤 那在这里面呢 我刚刚有看到一个伙伴 他提到说怎么样让自己不要当烂好人 对 然后说现在用情绪做事的人太多了 对真的 那我在这里面我还有教你怎么样拒绝别人 然后我们有教你怎么样打断别人 这个需要真的要学 对 很难 我们教你怎么样面对那个LINE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收到老板的LINE 对 而且晚上的时候 你下班之后还收到 我自己很喜欢就是 我有一个单元 就当你的老板是狂发LINE的人的时候 你要怎么办 我们有四个步骤 哇 连这步骤都教了大家 我们有步骤 他一直讲不停 你觉得烦死了 我们会告诉你如何打断他 可是又不会伤感情 是 所以我认为这里面小步骤 它 它会让你的生活里面啊 职场的生活里面 就多一点点 你的主导性吧 就你不会让那种不好的事情在你身边狂 一直出现 一直出现 结果你无能为力 对 是这样子 而且听说老师原本这本书十几万字 被浓缩压缩 全部的精华都在这当中 是 所以我们很高兴今天邀请到明明老师 来跟大家在线上读书 也读人 读他生命的故事 读他生命中 曾经差很被翻作的故事 可是不知道你今天读完之后 有没有什么样的感想 或者有什么体验呢 也欢迎你可以之后在下面留言 回应 明明老师你本身有粉专吗 粉丝专业吗 我有 还有粉 我有个人 个人粉丝团 个人粉丝团 那也可以追踪到 我现在有些读者朋友可能买完书之后 有些想提问的好奇人 你也可以买书之后 到老师的个人的粉丝业 去问问问题 我相信老师都很乐意给你回应 OK 我相信老师现在也是企业的教练 企业的讲师 如果你本身企业也有这样的沟通需求 或许老师也可以进到企业当中 帮大家做一些人际沟通的病动 应对解答 OK 所以很高兴 今天邀请老师跟我一起来读书 期待明天再见 晚安 拜拜 晚安 晚安 晚安